在海南灵水集训的中国羽毛球队今天将启程赶往吉隆坡冲击苏碑五连冠 此前四次捧杯林丹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而这一次林丹不在谁将挑起南丹项目的大梁呢 2005年苏碑以来林丹连续四届比赛单纲比例 18但17分的点阵也成为中国队四连冠的定海神针 而今年无论陈龙杜鹏宇还是王正明出场 那都将是他们的苏碑首秀 尽管分量最重的南丹项目将由新人单纲 国家队总教练李永波并没有太多的忧虑 他你在经验有的时候会发挥很大的作用 那这点上可能年轻运动员会欠缺一些 但是有一点是必须要去面对的就是 总是在一个阶段一个周期总会面对这个改朝犯贷的时候 因为现在本身就是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了 年轻运动员总是要走到一线来 那为了长远的发展长远的计划 你现在让他们来断裂磨练他们 我觉得是好事 三位苏微男单人选如今都排在世界前十 成绩最好的陈龙稳居第二 尤其奥运会后连续两次击败李宗伟的经历 更让小伙子添了几分笔气 现在碰李宗伟的话有没有一定的把握 信心我觉得其实非常足 因为在马来西亚比赛他的状态肯定是跟在其他比赛地方状态是不一样的 去打这种比赛赢了 这种感觉就会可能会感觉更兴奋 或者说这种能一直在就是帮你的对手加油 但是你如果赢了的话 可能上我觉得你会很开心 尽管单向赛上势头很猛 不过陈龙自己也承认 对团体赛的准备会有一些不一样 男单组现在基本上都是年轻队员 所以我也希望我自己 我能更快地去承担 扛起男单这个大棋 团体赛相对来说压力要比单向赛要大 一分接一分 其实一环扣一环 每一分的输赢 对下一场的比赛选手都会有一个心理上的影响 上个月亚锦赛上比陈龙大一岁的杜鹏宇 终于收获了成年组国际比赛的第一个冠军 他决赛中战胜的恰恰是陈龙 这个冠军提升了杜鹏宇的信心 也增添了征战苏菲的筹码 陈龙在台湾打完比赛以后 有点的伤病 就不是目前这种情况都在逐渐的恢复 还不是最佳状态 杜鹏宇不错 杜鹏宇的整个表现还是不错 所以说可能会在整个苏地曼杯的比赛过程当中 会以陈龙和杜鹏宇为主 那作为王正明作为第一替补 他就如果能上场最好 不能上场也去感受一下 这种苏地曼杯大赛的这种氛围 为将来奠定基础